巴黎奥运会正在举行领奖台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符端庄大计 您可能想不到 我们的领奖符竟然是用生活中丢弃的 废旧塑料瓶为原料做成的 饮料瓶是如何变成衣服的呢 据了解 奥运领奖符在生产过程中 通过使用再生迪伦等环保面料 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而再生迪伦的原料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饮料瓶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使用再生塑料这个原材料 大概每吨我们能减碳 能减到一吨左右 这样子是非常可观的一个 碳减排的一个数据 我们日常喝水的饮料瓶 是用一种叫做PET 聚乙烯对本二甲酸酯的塑料制成的 这种塑料是食品级的 将它回收后制成衣服 相当于对这种塑料的降级使用 是循环利用的一种方式 这个过程中 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检测程序 以确保杂质和有害物质被彻底清除 最终制成的再生纤维 完全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可以用于制作体育服装等产品 这些服装它更具有弹性 更具有透气性 更具有打理性 它不宜变形 在这个抗水性各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 通过这种改型技术的这种提升 它还得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这种优化 那么从废旧塑料瓶到可用面料 需要哪些步骤呢 首先回收处理站 会将回收的饮料瓶 通过分检和打包运输到工厂 工厂会进行二次筛选 一部分颜色材质不符合要求的饮料瓶 会被淘汰 剩下的饮料瓶进入全自动流水线上 经过整瓶清洗 破碎 搓洗浮悬 自动挑片等工序 变成一个个2至3厘米长的小片塑料 瓶片经过剽洗 烘干 分离杂质等过程 制作成米粒大小的塑料颗粒 然后会通过全自动纺丝设备 进行拉丝卷绕 加工成长丝 长丝会通过机械设备 卷成一个个丝饼 这些就成为了面料的纺织原料 可以供应给下游企业 做成服装 窗帘等面料 近年来 随着塑料制品的使用量 急剧增加 塑料废弃物问题也日益严重 为了更好促进塑料制品变费为保 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指南 国家标准将于12月1号起正式实施 标准的发布实施 也将推动塑料制品生产流通 使用 回收和处置 全过程的管理